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自港思维有脈絡可尋。凭2014年,白皮书,中央背信宣示不再自我约束其绝对权力。 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同年的人大831决定公然撕破,基本法的普选承诺。 更用催泪弹对付雨傘运动的和平占领群众。今年特首换人不换政策,七一访港期间习近平讲话指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发展利益角度看待香港,外交部宣称,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特区政府高层配合行事,浅税港人的普选梦,剥削部分人的参选和当议员的政治权利。 此夺六名民选议员的资格,更加利用覆核刑期打压年轻人守护公义。 自主未来的希望,袁国强只配合行事,未为法治把关。 居、供、智慧,不惜动摇香港人及国际社会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信心。 制造香港第一批良心政治犯,香港所负代价不非。 中共指挥棒下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香港建立威权统治。 要奉行,信我者昌,亦我者忙。 最近看了电影,亦权司机。 反思今日南韩的民主政制并非一束职就。 1980年光州事件,人民上街争取结束专制统治。 迫使司机金四福游,不要阻止我搵食转变到同情学生。 继而加入抗争,令我动容。 但愿更多香港人成为金四富。 多了解香港这一代社运青年包括在囚者的理想和躁动。 多一分同情和支持。 上月20日数以万计香港人上街声援16名被囚抗争者。 是2014年雨散运动后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 然后,涉及去年包围港大校委会事件的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和前外务副会长李锋 其免牢育之苦,港独打手何君尧的,杀无赦,言论倒米。 保皇派马上跟着队友割席特首林郑月娥技巧的回应校园,港独横额事件。 朴火多于点火。 这些事情都在鼓励着香港人不可放弃。 不要绝望,10月1日,我会参加香港众志等多个团体发起的,反威权统治。 袁国强下台,大游行。 下午三时为原出发。 表达我们决心不会任由掌权者和记得利益者横行无记。 香港人的出路不止信民。 移民或报民。 只要我们不应命。 不任由民主力量换散。 不以善小而不为。 无忘一国两制初冲。 撇尽所能持久地守护兄弟。